大家好 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搏击凤银系列 这是一场高质量高水平的拳击比赛 由夏凌杰夏拳王对战黑松露的一场比赛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黑松露 视频中这位打空机的少年就是黑松露 只看这几个简单的动作 就能看出来他的拳击水平非常高 黑松露是国家尖匠拳击努员 2015年全国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季军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云会拳击比赛第一战亚军 2021年全国男子拳击冠军赛季军 身高米82体重75公斤 然后是他的对手夏凌杰夏拳王 我就不多介绍了 全国拳击冠军WBC亚洲洲级拳王 身高米67体重62公斤 前几天刚和霸王黑打完 夏拳王在身高体重级别方面占有绝对的劣势 身高矮15公分体重差13公斤 属于一小打大 夏拳王的WBC亚洲洲级拳王的实力 能否弥补身高臂展体重等先天性的劣势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精彩的比赛 这是一场拳击规则的比赛 三回合制每回合三分钟 可以看到旁边占满了吃瓜群众 这个裁判小姐姐非常的哇塞 裁判一声愣下 比赛正式开始了 上来双方非常有默契的贴身 夏拳王组合拳 黑松路组合拳反击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夏拳王的个子在黑松路面前确实十分矮小 双方换前手次拳 夏拳王后手拳反击 夏拳王连续的组合拳 黑松路立刻反击 速度非常快 黑松路的臂展太长了 夏拳王的前手摆拳没有打到 双方换拳互有命中 夏拳王一个大勾拳打空 黑松路连续的前点 夏拳王摇散躲避 突然打出后手摆拳命中 非常漂亮 这一拳很快 双方贴身 黑松路组合拳 黑松路前手摆拳 清晰命中夏拳王的头部 双方换前手拳 黑松路后勾拳击负 黑松路又打出一套组合拳 由于角度问题 看得不是很清楚 黑松路前点 夏拳王摇散躲避 黑松路连续的前手刺拳 黑松路突然上步 前点进后摆 夏拳王立刻反击 无奈必展太短 这就是先天性身体的硬件劣势 在硬件上没有优势 那就只能靠天赋和后期的努力 我个人认为 夏拳王的天赋 绝对要比黑松路高 黑松路的身材 太适合练搏击了 如果练自由搏击的话 肯定也会有不小的作为 夏拳王禁忌率的前手刺拳 有点像寸拳 双方贴身拼拳 夏拳王前手拳命中 双方互换轮摆 黑松路组合拳非常漂亮 干净利落 观赏性极强 夏拳王击负 黑松路立刻摆拳还击 双方换拳 夏拳王前手没打到 后手中拳清晰命中 太精彩了 黑松路前后锁的直拳 夏拳王腰散躲避 黑松路前白 第一局比赛还剩下15秒 黑松路组合拳 夏拳王前手拳命中 从这个角度 我定格了一下 咱们就能看出来 夏拳王的臂展 比黑松路要短多少 第一局比赛还剩下10秒 双方拳拳 夏拳王的组合拳速度非常快 黑松路的前后手 在黑松路的一记勾摆中 第一局比赛结束 我们来看第二局 夏拳王上来勾拳 双方火力全开 速度太快了 我的解说速度根本跟不上 太漂亮了 就这水平 不知道比某些比赛高到哪里去了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 高质量 高水平的切磋交流赛 拳拳到肉 拳力以赴 看了以后六人赏息悦目 这才是搏击真正的魅力 黑松路组合拳干净利落 夏拳王大勾拳命中 夏拳王再次用大勾拳掏黑松路 黑松路勾拳反击 但是夏拳王的防守非常好 夏拳王机腹立刻上勾 黑松路有样学样 夏拳王又一记大勾拳 夏拳王组合拳反击 黑松路也当仁不让 连续的前点控制距离 后手勾拳 夏拳王突然打出前手刺拳 速度非常快 仿佛开了加速 双方互换轮摆 速度极快 黑松路击负 夏拳王立刻反击 夏拳王又一勾拳命中 黑松路勾拳反击 双方贴身 夏拳王再次开了加速 一记百拳命中 不知道夏拳王买了多少加速包 黑松路前后手 夏拳王摆拳反击 后手拳命中 右开加速 仿佛闪现 WBC亚洲洲际拳王 果然名不虚传 夏拳王摆拳 黑松路反击 被夏拳王摇散躲开 黑松路攻击 夏拳王完美躲散 黑松路勾摆 夏拳王前手刺拳 黑松路摇散躲避打出百拳 夏拳王勾拳 第二局比赛还剩一分钟 黑松路前后手 黑松路前点后摆 夏拳王的防守非常好 夏拳王组合拳反击 第二局比赛还剩三十秒 黑松路前点 夏拳王勾拳 力量真大 夏拳王小幅度的摆拳 但是力量却很大 夏拳王再次开挂 最后一个大摆拳非常漂亮 黑松路组合拳反击 但是明显杀伤力小 夏拳王又一套组合拳 漂亮 夏拳王摇散躲避 黑松路的组合拳 第二局比赛结束 我们来看第三局 打得真漂亮 双方互换前手 夏拳王后手拳 黑松路躲开 黑松路连续了前点 夏拳王后手拳命中 夏拳王摆拳轮空 侧身躲开黑松路的后手拳 黑松路肌腹 夏拳王突然打出勾拳 速度非常快 但是打空了 黑松路前后手 黑松路勾拳 夏拳王摆拳 黑松路组合拳 夏拳王肌腹 加油 夏拳王大勾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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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松路的后摆非常漂亮 在力量方面 黑松路有很大的优势 加油 黑松路勾拳命中 夏拳王摆拳反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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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松路的前后手打空 加油 他防碎 对 双方天身拼拳 好 前手摆拳 黑松路的后支拳攻击 距离非常长 但是却很难打到夏拳王 夏拳王肌腹 双方换拳 黑松路左右的摆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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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动作非常快 现在夏拳王开始防守 感觉夏拳王又想开挂 夏拳王前手拳命中 感觉黑松路的摇散 在夏拳王面前是慢动作 前手摆拳再次命中 黑松路的一记后手重拳击中夏拳王 这一拳非常重 夏拳王后侧躲开黑松路的勾拳 黑松路击腹击头 夏拳王攻击双方绕了出来 双方贴身 第三局比赛还剩下50秒 夏拳王组合拳 黑松路组合拳 下拳王连续了前点 黑松路始终贴着夏拳王 双方互换勾拳 比赛还剩下最后30秒 比赛还剩下最后30秒 吃瓜取动都让双方拼一下 真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 看来夏拳王的体能出现问题 夏拳王又一套组合拳命中 夏拳王后侧 摇闪躲避黑松路的攻击 最后4秒 黑松路发起疯狂攻击 第三局比赛实验道 真漂亮 身材矮小的夏拳王 可以说是极具拳击天赋 说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套在夏拳王身上 夏拳杰是通过99%的汗水 加上1%的天赋 成为了WBC亚洲的周级拳王 但是如果没有1%的天赋 99%的汗水也没用 很多人都知道前一句 但是都不知道后面一句 其实1%的天赋是最重要的 世上从不缺乏努力的人 但是冠军只有一个 拼的就是那1%的天赋 看谁更有天赋 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夏令杰赢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